由雷尼哈林指导张家辉、杨子任贤奇领先主演的电影《沉默的证人》全国路演正在进行中 7月24日主演张家辉空降成都参加路演 与成都观众面对面唱谈影片故事以及幕后趣事 现场揭露40秒逃生绝技带领观众进入电影硬钢汉匪 8小时博命之旅已出即发 影帝张家辉从影30年参演了近百部作品 塑造过几十种不同职业 但出演法医还是人生头一次 路演现场他向观众分享到 首度饰演高智生法医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法医是我第一次尝试的角色 因为你知道拍电影的时候 就像现在很多灯光校色的现场 气温也提高了 然后那些内状也产生变化了 因为不光是一阵子你就把它整场戏拍完 那些内状也陪着我们十多个小时去拍线 所以有时候呢 那些工作人员就放一些走进去位 好让大家感受好一点 要不然不是他帮忙整个拍线的场景都很浓烈的那种内状的开始变化的那种味道 据张家辉介绍他花了很多精力学习法医理论知识 专专业术语操作规范等 同时对这一职业有了新的感悟 电影公司派派了一个发医官来给我 指导每次拍想一些绝否有尸体的状况 要怎么样的情绪熟悉用语 他都有一个尊人去教 而当中我觉得结尾老师也很尽力地去指导 好让我在演的时候那种解否啊 隔开所有事情拿出那些内状啊 都有一些叫我去怎么样去拿 录演活动最后 主演张家辉为电影再次发声 号召现场观众去电影院支持 据悉电影《沉默的证人》将于8月2日全国公映 一起期待吧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